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饅頭 因為我的個子不高只有156 所以我不太會在網路上買洋裝 通常我都會到實體店面試穿過後才決定要不要購買 因為怕買了太長或者是不合身 這樣會看起來很矮或很龐 不過這一次我在SHUN的網站上挑了五件洋裝還有一件套裝 要跟大家分享 有興趣的話請繼續看下去喔 那第一件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格文西裝外套和半身裙套裝 它的材質不算太厚 比較適合春天秋天穿 然後這件外套它裡面是有做墊尖的 看起來會比較挺 網路上看到的照片是比較合身的 但是我實際穿上去沒有這麼合身 而且它的袖子對我來說有點太長 我覺得套裝穿起來就是要合身 看起來會比較有精神 所以這一件我覺得我不太喜歡 再來看下一件 交叉包裹打折景深小碎花花卉露肩洋裝 這件洋裝是雪紡材質 裡面還有一層內裡 胸前到肩膀的部分也有鬆緊帶 穿上去不會太透明 其實挑這件露肩洋裝對我來說有點挑戰 因為我不太喜歡露肩 我覺得露肩會沒有安全感 很怕衣服會掉下來 但是這一件洋裝是很有彈性的 它可以牢牢的卡在我的肩膀上 讓我覺得很安心 而且穿起來蠻舒服的喔 它的長度偏短 連我這麼矮的人 我都覺得它有點偏短了 那如果腿長一點的女生要購買的話 要量一下長度 不過這一件假洋裝我覺得還不錯 是一個很可愛的洋裝喔 再來要看下一件 小碎花花卉圖案蕾絲 和百折細節深山洋裝 這件洋裝也是雪紡頭質 但是裡面沒有內裡 會比較偷一點 這邊還有兩條蕾絲 是有空的喔 所以穿在裡面的衣服 盡量是找淺色系的 不然會開服太明顯 然後這一件洋裝的長度 我覺得剛剛好 它不會太長也不會太短 就在我的膝蓋上面 而且我覺得這一件洋裝 比網站的照片 穿起來還要好看喔 我很喜歡這一件 再來看下一件 捲邊條紋腰帶洋裝 這件洋裝是黏的材質 而且裡面沒有內裡 所以會有一點點透 它還有附一個腰帶 那這個腰帶可以隨便你綁 你想要綁高一點綁緊一點 在前面綁在後面都可以 而且綁腰帶的話會比較修身 看起來比較合身 比較好看 那這一件洋裝 我覺得它給人的感覺 就是蠻青春洋溢的感覺 我也蠻喜歡的 再來看下一件 蝙蝠袖側口袋 蠻青春洋裝 它的材質不像黏也不像雪紡 但是它穿起來很舒服 它原本有做一些抓皺 它洗過之後會再皺一些些 這件洋裝我覺得很適合穿霜涼鞋去度假 而且這件洋裝有做兩個口袋喔 我很喜歡有口袋的設計 可以隨手放一些小東西 而且這套洋裝的長度 它剛好可以蓋住我最胖的小腿肚 我很喜歡這個長度 再來看最後一件 蠻板印花泡泡袖 擁扣細節洋裝 它的材質也不是雪紡也不順黏 但它穿起來也是很舒服的材質 而且這件洋裝的長度更長 它可以整個蓋住我的小腿 艾特紫的顯高穿搭 不是穿很長 就是穿很短 那這一件洋裝對我來說 就是算很長的洋裝 所以我覺得 我穿這件洋裝看起來蠻顯高的 而且它還有一個很飄逸的大裙白 我超喜歡的 這件洋裝唯一的缺點 我覺得是它的袖口這邊 還有做一個鬆緊 如果手臂肉肉的女生 可能會覺得這個鬆緊還蠻貼的 會覺得有點緊喔 不過這件洋裝我覺得穿起來 氣質超好 超美的 我來分享一下我挑洋裝的小技巧 像我的身高跟網站的模特兒 實在是差太多了 所以照片真的只能做參考 但是SHEWIN的網站很棒的就是 它的每件衣服尺寸都會標示得很清楚 我會先挑自己的洋裝 看哪一件洋裝的長度是我想要的 然後量看看它的長度 在網站上挑選衣服的時候 我就會看它整件洋裝的長度是多少 然後再看一下我自己喜歡的洋裝的長度 有沒有跟它差不多 這樣就可以避免買到長度 跟自己想像中差太多的洋裝喔 然後這次挑的洋裝我覺得都還不錯 跟自己想像中沒有差太多 唯一比較不滿意的就是那件套裝 我覺得它如果再合身一點會更好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希望大家會喜歡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件洋裝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跟我分享一下 如果還想看其他的分享 也麻煩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記得在下面按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有新的影片就會通知你喔 掰掰